摄护腺癌是男性常见第五大死亡原因 晚期患者骨转移比例高达65%到70 导致生活品质不佳 比较常见的不舒服就是很剧烈的骨头疼痛 那另外有一部分的病人 他可能因为骨转移那边会容易造成骨折 患者可能还有贫血血小板低下情形 更有下肢瘫痪风险 而完整接受六次雷223治疗 能让他们改善存活率 甚至有机会完成心愿 因为大家都知道钙是那个骨头的主要成分 那雷它的特性很像钙一样 所以它就可以进到骨头上面 那雷223它是一种放射性的药物 它就可以利用这样的特性 去杀死骨转移上面的癌细胞 一时提醒患者平常体力不能太差 预期寿命要大于六个月 如果造血功能不佳就不适合这项疗法 大海新闻嘉义大林综合报导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